疏忽造成台当局一笔巨额资金制存美方 金额高达88亿3999万亿元新台币 在这些军购案中 时间最久的已有9年 对此台防务部门29号深夜紧急出来灭火 并称已向美方提出清查合约终止准备金的要求 且美方同意将协助台当局进行相关程序 避免资金制存美方 台防务部门解释道 合约终止准备金为美方用于防止军购案中途终止合约时 能支付合约商损失 台军还称后续将依军购执行进步逐次转成军购案 如有余款均退回台当局 岛电网友已经听腻了台当局的说辞 有网友用钱收了或不给账户存利息赚形容美方 并讽刺台当局的亲美作态 也有网友奉劝台当局 只要两岸统一又何必每年缴这些钱当保护费 直播一可 未来闻人新闻综合报道